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變化超級別的賽事 開賽第二輪賽事 今天的編題是 講古英章電競列為體育項目 對賽出香港為正庫 馬利諾修遠學校中學部 反光編主教掘了薛中堂 第一名是小學院員 首先是正康主編 梁維希同堂 第一名副變角競位同學 第二名副變方成兼学 副變陳千允學 反光編主教掘 鞋修正星more 夏一名副變弘佳儀的學 第二名副變蔡遠齊 星點為完 graduation 韓國慶今次邀請的三位評判為時事比賽的評分 分別是中文大學月月辯論隊前部隊長黃建宁之生 韓國泰語中學中文辯論隊黃建宁之生 韓國泰語中學中文辯論隊黃建宁之生 韓國泰語中學中文辯論隊前部隊長黃建宁之生 韓國泰語中學中文辯論隊前部隊長黃建宁之生 進行三個環節發言時間為4334公電圖圈圍圍圍圈2分鐘 自由圈圈圍圈圈3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會有一頂時期 夠時間也有兩頂時期 超時15秒以上則連經記下 詳細賽季之前已經頒報於各個參賽學校 上面相關的問題 沒有的話現在請正方主意派言 有四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幾分鐘的時間 主席評判有個同學 聚集各位大家好 講起體育可以追溯到第一屆的奧運會 目的是透過競技去追求人類極限 最初的競技項目 只有跑 只有賽跑 隨著文明進步 競技模式多樣化了 開始加入射箭 騎馬 橋牌等等 踏入電子世代 競技模式可以用電子法的形式去展現 就有變態中的電競 奧運會在2017年就決定用電競去作為體育項目 在2022年更加立入奧運會 而現時的大型電競比賽就有FIFA NBA 2K 英雄聯盟 賽車等等 是全球的勝勢 近年香港為了推動產業多元化 就開始發展電競 由於電競有創科和體育成份 可以選擇立入兩個項目當中 而現時政府的做法 就要將電競歸類為創科基金的投資 但在創科局的定位之下 負責開發 遊戲設計和興建場地的硬件上的支援 無法針對運動員的支援 情況就好像你發展足球運動 鋪好草皮 起好觀眾席 但卻沒有培訓到上場的球員一樣 因此我方倡議將電競同事留入為體育項目 增加體育項目的部款 全面支援電競發展 由於電競選手組已經在不同的大型賽事中取得佳職 例如盧石戰技的選手盧子健 就在亞運裡面取得金牌 而英雄聯盟的選手劉健偉 亦在世界大賽裏奪冠 因此在體育政策下 必然會成為正應項目 而有方同學今天要反對變體 只要證明給我方看 電競只是屬於創科項目 都能夠足夠支援到電競選手的需要 我方達成的原因有二 第一 針對在役選手 在役選手需要的是教練團隊 營運費用和去海外比賽的資源等等 而這些項目都需要大量的經費 當創科局的宗旨是要提供技術支援 又自然不自然去培訓一些電競選手 大型電競隊伍Cyber Red 都說過 香港選手的薪金比較低 在莫當勞做一個店員的薪金 都會比一個電競選手的薪金高 生活只有包三餐食宿 和三千至四千元的港元底薪 連出國比賽都要指揮 當一個電競選手連基金薪酬和福利都沒有的時候 電競選手又如何繼續在這一行發展呢 反觀 將電競列入為體育項目 政府就可以為電競選手提供訓練和資金 同時允許他們在代表國家參賽的時候 受惠於海外資金援助計劃 由此可見 將電競列入為體育項目 可以為選手提供更大的支援 令他們在在業時的生涯得到更大的保障 第二 針對退營選手 前電競選手張志偉就說過 電競選手在其他競技運動員 和其他競技運動員都一樣 生涯並不長 職業黃金時期為17至25歲 而他們的黃金時期就正正好像球學時期一樣 是他們的球學時期 導致選手無法完成他們的學位 退役之後很大機會會面臨失業的問題 而張志偉也說退役之後 只可以繼續在電競行業內生存的人 亦不足一成 但一個電競隊伍可以提供的教練 戰術分析師 行術等等的職位也有限 根本就無法養活所有職業選手 最後他們要來為失業人士 面對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可以將電競列入為體育項目 電競選手代可以有機會享受運動員退役之後的福利 例如支援精英運動員計劃及就業計劃的措施 這些計劃的目的都要幫運動員退役之後 重新去讀書或者去轉工 為他們的未來POLO 最後想要有同行 如果不將電競列入為體育項目 又可以怎樣支持運動員的發展呢 多謝各位 電競主編所有事件 有3分之不達到無國時不算扣分 最後來反方主編 在4分之中的答案 轉正報請退役時辭 主席 評判 著作各位 大家好 吳朗發現今天有方正立變題基於兩大謬誤 其一就是邏輯謬誤 有方今天甚麼都沒有說過 電競有甚麼是符合體育 有方沒有說過 就說要列入體育項目 目的是甚麼 目的是取資源 但我們看看現有有體育特質的項目 有沒有列入體育項目呢 例如西瓜波 閃避球這些活動 都是符合體育的特質 但在政府的文件上 就沒有這幾個項目 為甚麼連這些普及規則這麼完善的活動 都未獲政府應可的時候 有方就不加思索 將一個剛剛抵起的電競 又有爭議性的電競列入為體育項目呢 更何況在社會心中 體育應該是宣揚正面信息 昌顯體育精神 遺憾的是主流電競遊戲之中 大部份都牽涉暴力擊殺的元素 國際奧委會主席Thomas Batch 都指 奧委會不容許提倡暴力 而電競主流的殺人遊戲 就有違奧運精神 故此兩大體育組織 國際奧委會和國際單漢運動總會 都不認可將電競列為體育項目 並且在未來十年的電競 都不會成為奧運會的一個項目 而第二個謬誤 就是現況判斷錯誤了 我們看回不同的國家 例如法國、澳洲、泰國、德國、奧地利、日本等地 他們都沒有將電競列為體育項目的 更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其他國家列入做體育項目 香港都不應該列入 都不應該列入的嘛 不是人做 我們就做的嘛 而今天要衡量變題的標準 就應該在於現時主流電競的遊戲 能否符合列入體育項目的條件 而即使符合了 成為體育項目 又是不是真的對電競的發展 是否最好呢 而我方今天反對變題的原因有二 其一 主流電競項目千變萬化 未能或一符合體育的標準 電競依賴遊戲的內容 內容部份主流電競遊戲 有違我們對體育的認知 一般的體育運動 都需要我們與參加者有一定的移動 但電競中卡牌遊戲 例如友方所說的爐石戰技 都只是坐著玩 並沒有任何的動作 更重要的是 體育理應宣揚正面信息 然而現在電競的比賽 大部份主流的遊戲都採用 有殺戮 有毆打、有暴力的成分 例如絕地求生、英雄、劣民等遊戲 來獲勝條件 都是包括殺擊對手 而這些畫面 搬至奧運會等國際舞台上 宣揚負面的暴力信息 又是否真的適合呢 其二 政府在體育事務上管理不善 電競列入體育項目後毫無發展 我們看看 即使友方說 將這些血腥、暴力等等的元素剔除了 卡牌遊戲又排除又好 要發展電競 都不應該列入體育項目的模式 我們來審視現況 政府管理體壇的問題比比街市 例如康民處跟進體育總會違規的事宜 工作進度緩慢 被審計處形容政府缺乏有力的監管機制 去監管這些體育總會的運作 而當電競列為體育項目 由政府去管理 友方如何確保以上的問題 而出現呢 反之私營的方式發展電競 就可以避免政府管理不善的問題 政府也可以從其他渠道 例如剛剛友方所說的創科基金 等去協助這些電競的發展 亦都一舉兩得 無需要列入體育項目 最後想問友方 體育的精神 是否應該包含血腥、暴力、殺戮呢 多謝各位 如果沒有的話 現在先請正方派將位便連動 公佔 請邀請友方的主便 正方公佔開始 你兩分鐘的時間 剛剛友方就跟我們說 現在主流的運動 通常都只需要選手和觀眾一起動 互動而不是只坐在那裡 但我想問問友方同學 是否覺得運動一定需要有體能的需求 友方就沒有說過 運動一定要互動 運動可以有自己一個玩的遊戲 但是友方同學真的承認了 運動是需要有體能的需求 我想問問友方同學 桌球有沒有很大的體能需求 桌球都有體能的需求 桌球有體能的需求 是否比傳統體育項目 例如跑步或游水等等少 友方今天說的電競 都是比游水、桌球等等的運動 友方同學都承認了 他仍然覺得 連桌球有那麼少體能 那麼少需要體能需求的運動 都可以算是體育項目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這些電競沒有很大的體能需求 都不可以列入為體育項目呢 可見友方同學對於體育的定義都賺不住 我們來看看友方同學對於暴力這方面的選擇 友方同學我想問一下 政府現在有沒有推廣拳擊比賽 政府推廣的只是武術比賽 並列入了政府的體育名單之中 友方同學的邏輯 就是只要政府納入了任何項目 進去體育項目 那麼他所有的暴力等等都可以被合法化 但是不是被合理化 但我想問問有方同學 現在有方同學在這裡說 如果一些遊戲裡面會有些暴力成分 可能會鼓吹到一些暴力的風氣 會更加去成全 我想問有方同學 政府現在叫一些人去看完 曹生如拳賽 看看人們會不會到處打架 但我又想問 但是其他比賽那些 他們都不會殺死人的 你們看回看 現在電影都不會殺死真正的人 沒有對方做任何真正的物理上傷害 但是拳擊那些反而會有 然後再跟有方同學說一下 創科方面 有方同學我想問一下 體育政策可不可以被改善 體育政策的確可以被改善 那有方同學你覺得創科的宗旨是什麼 創科的宗旨應該是發展一些 現時政府未能夠在其他項目蓋住 但有方同學時中 說不出錯方的宗旨是什麼 結錯方的宗旨 接著輪到反方公辨 反方請一個位置 自由派出一個位置 選擇有方的一副 反方公辨開始 你有兩分鐘的時間 選擇有方同學 剛剛有方主編所舉的例子 龍石戰記有方有沒有玩過 我沒有玩過有方同學 你又知不知道是關於什麼的呢 你就是紙牌遊戲 有方同學 沒錯 但在這個紙牌遊戲的時候 它根本就是純粹將卡放出去攻擊 它又沒有考射反應 它又沒有考即時反應 又沒有考反射神經 那是不是跟列入體育項目的條件相違會呢 其實我們見到龍石戰記都列入了壓問項目 請有方同學正面回答我們的問題 今天有方同學呢 今天有方同學呢 其實根本我們打電競遊戲 我認為有方同學根本就不是正面回答我們的問題 今天我的問題是問 是不是跟列入體育項目的條件相違會呢 有方不回答是因為他承認了龍石戰記的雖然多人玩 但是他就不符合體育項目的條件 不要緊 我們下一個部分了 我們就看看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覺得大屠殺的遊戲 可不可以在奧運會上出現呢 有方同學其實我們看到 大屠殺的遊戲可不可以在奧運會上出現 有方請正面 可以的遊戲內容就可以了 問題就是這些大屠殺的遊戲 有這些殺戮的成分 有方是否覺得國際舞台是可以表演殺人 有殺人的成分 但也不是真正是殺人 今天有方不停在迴避我們的問題 我問殺人可不可以在國際舞台 在全球直播嗎 今天有方都答不出 就是因為根本就不可以 這是一個負面宣揚負面的訊息 而我們就看回 我們就看回現時大部分人玩的遊戲 都是一些殺戮、打鬥的遊戲 有方是否覺得政府應該宣傳這些遊戲呢 有方跟我們說的不是宣傳 政府應不應該宣傳這些遊戲 我們納入體育項目就是要宣傳 我們應該宣傳 有方同學 那是否政府要宣揚我們殺人 電競項目根本就是殺人的 只有一、兩、兩、兩人 現在結束 現在結束 現在公平文字結束 路正方第一步 要三分鐘的時間 準備路正方的選擇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方主便問有方同學 如果不把電競列入他的項目 又如何保障電競選手的退役生活 有方是沒有回應我們的 可見有方同學即使見到 一班電競選手的利益 未受到任何保障 都留不出另一個更好方法 去保障他們的利益 由有方的立行角度出發 有方的質疑可以歸納成以下兩點 第一、對運動定義的質疑 有方同學跟他說 電競含有殺人暴力的成分 所以就維背了體育精神 但其實實情是 電競只是用劍本去擊敗對方 根本就沒有構成任何的真正物理傷害 聽有方這樣說 是否拳擊、油道、彈等這些暴力運動 當然應該從體育行業當中被踢除 有方今天的說法 再說 有方同學以偏概存 電競含有暴力的成分 亦只是個別的例子 有方同學執意要將電競拒穿門外 電競當中的賽車、踢足球、扣牌遊戲、爐石戰機等等 是否全部不應該玩呢 第二、有方同學跟我說 政府沒有必然的原因去發展電競項目 但當我們看到現今社會 一班有發展電競天份的年輕人 拿亞運電競的金牌甚至是世界冠軍 可惜的是在現今獻決訓練平台 令其他有潮質的本地電競員 未能進一步發展才能 當我們看到電競將會是國際的新趨勢 我根據資料顯示 電競的觀眾入數由2020年 開始就會增長到接近6億 遠高於觀看美國職業籃球冠軍賽 然而香港被其他國家持起步十幾年 助視電競為北美國家 一年增加3.5億美元的收入 如果將電競加入體育行列 電競選手就可以得到訓練的平台 不是香港出賽爭奪時榮 在香港是龐大的電競市場 瓜分營運動 增加經濟收益 還有各位 其實香港電競選手 在亞運拿金牌之後 是沒有任何獎金的收入價 加上他們未認定為正式的運動員 然而在香港作為一位全職的電競選手 熱身景而低軌軌快餐店的職員 如果在政府精英培訓 政府的精英訓練資助計劃底下 和個別精英運動員的資助計劃底下 電競立入體育行列 電競選手就可以正式認定為運動員 每月最少可以得到4000元的津貼 例如香港的單車選手李惠斯 領尖的迷魂球選手黃振婷等等 是每人每月可以領取接近4萬元的直接津貼 如果本地電競選手 我見到的是現在本地電競選手劉偉健 以及盧智健等等 他分別獲取世界冠軍和亞運金牌 他就屬於精英訓練資助計劃當中的格級組別 他獲近接近4萬元的資助額 將電競加入體育行列 不單止讓另一班電競選手在在業的時候 得到資金援助 同時也可以得到生活的保障 總括現今便提領成立 都是各位 有3分鐘的時間 有3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時間 有3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時間 主席、評判、轉入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一個嚴重的問題 有方說 今天當電競立入體育項目 就可以增加了對退役選手的保障 那方便不明白 為何即使不立入體育項目 一樣政府都可以用其他方式去幫助他們 為何一定要立入體育項目呢? 今天要分析今天的辯題 可以分為三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定義層面 究竟電競是否完全符合體育的定義呢? 有方說電競是大勢所趨 這樣便符合體育的定義 但是現時各大世界電競比賽使用的主流遊戲 絕大部分都含有暴力、血腥等元收 甚至以殺戮殲滅為主題 就例如刀塔2 每個遊戲過程中 要用火焰刀去撕殺人 去斬殺人頭 為了攻陷人家的保塔 剛剛有方提到 拳擊會不會出現這些血腥四站的場面 而且拳擊是一個有規則的比賽 我們不是為了納入電競 而納入電競 是不會合理化的 流血是不能接受的 再例如 艾運的其中一個電競項目 爐石戰機 甚至是一個卡牌遊戲 又如何稱之為一個體育項目呢? 因此奧委會主席也表示 暫時無法把電競當作運動的看待 2024年的巴黎奧運 亦不會有電競比賽 第二 在政策層面 電競是否值得政府列入體育項目呢? 這項目是指用公帑推廣運動 而用得公帑就必須要有社會共識和共同利益 去將電競列入體育項目 第三 在利快層面 列入體育項目 是否真的對電競發展最好呢? 又風不以為 政府認可的體育項目 都可以得到更好的發展 但體育化 即是政府組建港隊 包括管理、選拔、訓練、推廣 以至出賽 香港政府管理體育項目的思維和政策 有多落後 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 上年亞運游泳港隊的選拔 因為泳總委員的移植優先參賽 而令到香港紀錄保持者 國家費未能夠入選亞運的代表 核相作業 另一個選項是產業化 即是政府只是輔助角色提供游利的環境 由私人市場主導 因此有些同學必須論證 電競體育化 比起電競產業化更有效 更適合香港 以時香港已經有很多大型電競公司 和私人組電的代表隊 甚至是大公司 由英網娛樂去資助集團 為何私人發展不太適合呢? 多謝各位 謝謝 主席評判有幫同學 各位大家好 其實有幫同學 到現在為止都犯了三個錯 第一個錯就是定義錯 有幫同學同學說 電競入面包含了很多的暴力成分 而這些暴力成分 就不符合體育的精神 或者散播一些暴力的風氣 於是我們就不應該放下 納入為體育項目了 先講清晨 電競和傳統運動著重的 都是將對手擊敗而從而取勝 只不過大家採取的煤價不一樣 電競選手利用的是 鍵盤在遊戲中擊敗對手 就好像和足球一樣 你用直腿來踢 那樣是這麼合理的 而且電競根本沒有造成真正的物理傷害 反擊拳擊等等 反而會對手造成真正的物理傷害 傷害缺乏四千 難道這些又是有幫同學口中所說的文明 沒有暴力嗎 再講有幫同學同學說 拳擊不同的 拳擊是有規則 但我們今天看到電競一樣是有規則的 如果有幫同學覺得 某些太大屠殺的遊戲 不應該出現在運動的賽事裡面 我們便可以限制一些過度暴力的遊戲 不應該出現在賽事裡面 我們可以控制一樣東西 就好像拳擊一樣 強擊本身都是可以打死人 但為什麼在賽事裡面 我們不會看到拳擊損失打死人 是因為比賽規則已經規定了不可以打死人 我們今天在電競規則裡面同樣加入 不應該辦一些過度暴力的遊戲裡面 就可以解決到有幫同學的疑惑 然後有幫同學其實很矛盾 其實有幫同學的立場是很矛盾的 有幫同學一邊跟我們說 我們不應該發展電競 不應該把電競納入為體育項目 但另一方面又跟我們說 我們其實是可以暢熱 把電競放入創科基金裡面繼續發展 其實有幫同學是想電競發展還是不發展 再講 有幫同學可以說 其實我們現在把創科基金 我們都可以繼續撥錢給他 繼續資助他 但其實我想問一下有幫同學 其實有幫同學今天就不清楚 創科局的終止是什麼 今天我們看到現在在香港的政策面 缺乏的是對建電競損失的培訓和訓練 但這些電競損失所需的訓練 是對設策略應變能力 團隊合作和手足等等 這些技巧可不可以在創新科技底下 是可以學到這些創科局的終止 是否要被電競損失去學到這些東西 然後有幫同學又跟我們在說 香港社會現在沒有共識 要將它立入為一個體育項目 但我想問有幫同學如何才會有共識 如果我們今天政府把好的政策 所以推廣出去 如何才可以得到市民大部分的共識 然後推廣出去 可見有幫同學今天都完全是 論證不到他們自己的論點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電競損失去退役之後 是沒有受惠於任何政府幫助退役運動員的政策 加上是政府以前是把電競的定位 誤判為創科 令到一些沒有足夠的學歷 或者社會經驗的人 是不能重新踏出社會 但我們今天看到 好像早一代的電競損失去退役時期的損失 大部分都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支援和發展 當中九成人都被迫黯然 推出與我們專業和政策無關的事情 但如果我們立了學運動和學務之後 政府就可以有很多退役運動員的轉型計劃 幫助他們重新踏入今日的議題 是你答應的 多謝各位 主席評判著著各位 大家好,來到義父 有方今天覺得有經濟成份的一些項目等同於要立入體育項目 有方今天跟我們說 拳擊也是一個暴力成份的東西 為何不會?為何不把鐵踢除? 首先拳擊會不會拿著槍射人 甚至會出現爆頭、血花四閃的畫面出現? 不會的 所以今天有方這樣說拳擊的例子是不合理的 再者,有方今天跟我們說 說那些血腥暴力的遊戲是個別例子 我方今天看到些什麼? 這些其實不是個別例子 是主流的電競遊戲 都是由殺戮的意識 好像亞運一樣 六個項目有四個都是這些 有不良意識的遊戲 為何我們還可以忍耐這種 有方今天問我們要不要發展電競 我方就是說 如果沒有這些暴力成份的遊戲 我方當然願意發展 大力發展 再者 電競固然是符合體育的特徵 但要列入為體育項目 是否只需要考慮電競遊戲穩衡 更加需要考慮的是電競穩衡的信息 是否值得推廣 現在大部分的電競遊戲 都包含這些暴力血腥的元素 例如《轉地球生》 這款生存射擊遊戲 要求玩家在大屠殺的過程中 以爆頭追擊等方式殺死其他99名的玩家 又好像英共聯盟一樣 又鬥快摧毀別人的主播為勝利 但在摧毀別人的主播的過程中 玩家就需要殺死對方的成員 更加以最有價值的隊員為招 鼓勵殺得愈多愈好 如果將這種電競納入了體育項目 這些暴力血腥的成份 加入了體育 都問會不會由以前為入波而豐富 現在為殺人而豐富 這是否有方想見到的情況 可能有方覺得在虛擬世界裏面 打打殺殺沒甚麼 但事實是甚麼 是遊戲會影響人的心智 在18年的4月 閃失了一個男子 因為沉迷遊戲絕地求生 而仿照了遊戲裏面的學校殺人族的做法 斬殺了九名的學生 一個月之後 俄羅斯青年同樣因為沉迷絕地求生 所以體驗一下殺人的滋味 而殺害了一個女生 罕約政府將電競納入為這個體育項目 在不同的地方推廣這個運動 變相是推廣暴力 血腥的思想 這樣對青少年和社會 又是否一件好事呢 最後即時剔除了所有的暴力元素 就像這些FIFA FIFA遊戲等同樣性質的遊戲 在電競入面發展的話 都不應該把它列入為體育項目 相反應該讓它自由發展 而政府可以做的就是 推出一些稅務依偽 提供場所等的措施去幫助電競業發展 而不是要冒著管理不善的風險 將它放在大育項目發展故事 這邊提著不成立 多謝各位 謝謝 請問問問 如果沒有自由變環節 現在正式開始 請正方派出一位電競發展 有方同學在一方面跟我們說 電競好不明會令到人殺人 但另一方面又跟我們說 我們應該讓電競自由發展 但我們今天看到 即使是讓電競自由發展 其實有方同學所說的 這些比賽依然會存在 那為什麼有方同學是反對 電競本身就不應該存在 但為什麼有方同學還要被電競自由發展 根據有方同學的漏洩 我方就建議削除暴力脫生的行為 我方想問有方 現在見不見他落陷暴力脫生的成分 那是否負人看過精神呢 請問我同學現在知道 是他打機 他按的這個按鈕 是否代表一個人變成暴力 然後出街殺人呢 沒錯 我們看看我方二傅 已經和你說了各種的例子 不行 我不知道有方有沒有看新聞 其實新聞還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我想問有方 如果你剔除了過度暴力 那你剔不剔除了盧石 戰技這些沒有身體的故事呢 如果不把這些遊戲列入為 體育項目 是否代表暴力的人會少 殺人的人數會少 然後漲率會下降 今天在這些遊戲 根本就是在吹鼓人 有些暴力的成分出現的時候 可能會有些吹鼓了年輕人的時候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把它列入為體育項目呢 還有我方今天再密多有方一次 今天我們是否這個暴力血腎 是否一個體育的精神呢 有方同學我們看到拳擊 是鼓吹兩方面的互相傷害對方 今天有方同學看到 曹星爺在比賽中被人打到爆血 這樣我們是否應該把拳擊剔除體育呢 問題是現在拳擊 是否會好像 會不會好像一些遊戲 會真的拿著槍殺人 去爆頭 血花四線 不會的 問題是 其實有方今天都不知道 都不清楚 有方都知道 今天暴力血腎的成分 是不應該出現在體育裡面的時候 我方再問你 有些好像爐石自己 沒有運動成分的遊戲 又應不應該出現在體育項目裡面呢 有方同學爐石轉機 我按幾個按鈕 但你要玩拳擊的話 你是一隻手放在別人的身體部位那裡 就問有方同學現在在創科局下 如果我們就是提供一些技術支援給選手 而不訓練他們的話 有方同學覺得不放進體育項目 還可以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我現在不是不單止是創科局 現在電力是由私營 有些贊助商去資助 例如英王的娛樂 我可以簡單的集團去資助他們 其實有方其實沒有回應 就是這個電影 有四個遊戲都是血腥暴力 是不符合體育精神的 我想問這個暴力的血腥 是否要列入體育去宣揚它呢 好 那想問有方同學 那些什麼英王娛樂 那些怎樣保障那些 運動員的退役之後的生涯呢 我方可以看到現在的電競損收 其實他們在外面一樣也有獎獎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讓他們自己發展呢 最後我想問有方 如果一個遊戲裡面 他是以一個一對一的雷來對戰的模式 叫追思打到別人沒有血為止的話 那這個又是否真的符合我們 現在要體育項目的特質呢 其實總結一下有方其實已經解決 有方一方面的原因就是 政府將電競力和體育項目 會渴染到暴力的問題 但有方另一方面就是 就說要私人發展 那在有方的立場 但是他究竟是覺得電競是需要被發展 還是不需要被發展呢 而在於今天當中 有方根本就解釋不到當中的必然關係 而再問有方同學 是否成不成為 現時缺乏對 在役業和退役的選手 他們的支援 我想是要電競去發展 但不是列入這個體育的項目 因為體育項目就是代表著 你在奧運會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看電視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有射擊的比賽 即是會射白人的頭 有六個有四個這樣的遊戲的時候 那怎樣可以解決呢 那再怎樣 你問多一次 有方私人發展 是否會有暴力輕響 問題是 現在私人發展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 要令到 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 要令到這些暴力血腥的成分 不是在這個 看到主流的時候 這個時候 有方又如何確保 這個血腥暴力的成分 當有一天出現在奧運會的時候 有方又覺得這件事合不合理呢 有方同學 我們見到今天的台灣和韓國等 都將電競列入體育項目 如果有方同學跟我說 政府要支援的話 如果不加入體育項目 怎樣去給一群資金 給一群本地的電競選手 去參加這些 外國當作體育的比賽呢 有方同學 何方不明白了 為何今天我們不可以 將 我們為何不可以 讓他們自己發展 即是我們政府都可以 一樣有資助的時候 為何一定要列入體育項目發展 但有方的時間沒有那麼重 但有方的時間沒有那麼重 正方順利1分10秒 可以看出另外一個高位的原因 總括來說 有方同學根本就是立場矛盾 現在這個約定已經不用再多說了 又再想問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立入了政府 立入體育項目之後 那些人就會接觸到這些暴力成分 從而可能就會收出殺人 我想問有方同學 如果不將他立入體育項目 那些人是否依然會接觸到電競項目 和依然都會 宣驗到這些暴力的風氣 所以有方同學今天說話 其實都是完全不成立的 但有方同學看不到的是 將電競入了體育項目之後 我們可以對香港社會 甚至對於電競和相關行業發展的好處 例如我們可以給一些 在電競方面有興趣 和專業的青少年 可以有一個多元化的出路 我們可以讓香港經濟更加發展 我們更多見到的是 電競這個項目 在電競項目之後 他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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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現在又說回 創科為何有方同學 不可以令到電競立入為創佈 是因為創佈的宗旨 根本就不是 本身 本身就不是用來給他 訓練一些電競選手所需要的訓練 而我們今天看到 要發展電競這個行業 最需要的就是電競這個行業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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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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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